现在证实了俄罗斯使用短号反坦克导弹 正面就击爆了英国原屋的挑战者二型重型坦克 这英国呀此前的牛皮吹的是有点大了 这下被当场打脸啊 这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们解放军遭遇这个挑战者二 那该怎么应对呢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虽然英国承认啊 一辆挑战者二坦克在俄乌冲突中 首次战损了 但是西方媒体啊 他还在那说呢 还给自己往回找呢 就是说这个 他普遍的就援引了所谓他们的军事专家的分析 说这个啊 他不是被这个俄军直接打掉的 是先这个被俄军的炮火 或者说这坦克不小心出雷之后啊 没办法 他走不了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是没有失去行动能力的 然后俄军呢 再用这个大口径的炮弹 或者这个巡飞弹啊 进行攻击 然后这坦克就被干掉了 反正他们不承认啊 这个是俄军直接摧毁了条二 那么此前呢 英国不是一直就宣称吗 说我们这个条二是世界上防御的最好的坦克 你看他使用这个乔巴姆装甲 这是西方第一种实用化的符合装甲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 据说这个防护效果呀 是同等重量的钢制装甲和其他符合装甲的两倍以上 英国对乔巴姆装甲呢 包括他的材料什么的 也高度的保密啊 把他当成了一个非常神的东西 结果呢 这回啊 是被俄罗斯直接打脸了 这近日呢 今日俄罗斯的这个网站呢 就引用了现在在网上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呢 正是这个用这个无人机来拍摄的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 俄军的一枚短号反坦克导弹 击中这个条二坦克的防护力最强的正面 那是最最后最强的那部分呢 这个条二被击中之后呢 火光四射 然后冒出了黑烟 看来英国吹嘘的这个乔巴姆装甲 也不是坚不可摧啊 咱们再说这个短号反坦克导弹 那是俄罗斯图拉仪器设计局 研制的第三代反坦克导弹 这导弹挺老的了 1996年研制成功之后 已经开始装备部队了 那当然也是俄罗斯出口的畅销货了 这短号呢也不太大 权重吧 30公斤不到 比一发155毫米口径的炮弹还要轻一些 最大的射程在5.5公里 到了今天呢 已经不算是很闲心的反装甲武器了 不过短号啊 在不同的战场上 确实也有很不错的战机 你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啊 他就击毁过美军的一辆M1A1坦克 当然了 美国到现在也不认这个账 咱们不说远了吧 你就看就在这个俄乌冲突 这一年半的之中啊 双方都用这个短号 击毁了不少对手的坦克 包括人家乌军用这个短号 也打了不少俄罗斯的坦克 从这次的战力来看啊 打垮这个英国引以为豪的 这个挑二的防护 那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有朋友就假设了 说如果解放军遭遇到了英国的挑二 那这该怎么对付他呢 要我说呀 这个事咱们得分两方面来看啊 首先咱们说 解放军啊 你很难有什么机会 和这个挑二面对面了 我们是一种积极防御型的国防 你不会像美国那样全世界挑事去打仗啊 咱们即便是从这个最大可能性 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这个危险的角度来看啊 但也可能啊 这个地点啊 最多也就是在台海地区和中印边境了 那么挑二的坦克数量本身 它就不多 也不太可能到印军或者台独的手上 所以咱们解放军面对它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 第二呢 我们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对比一下同类型的反坦克导弹吧 我们现役的红箭10和红箭12性能和损毁能力 都比俄罗斯的短号强的强太多了 而且咱们的红箭12还有这种攻顶的能力 是当今世界先进的反坦克导弹之一 如果是真打这个英国的挑二的话 估计也能做到是一发入魂